Ryo流四季 天天有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伯根地人對上伯利點人 這場比賽是TCM 冠軍邀請賽 好 那我們看到這張地圖是 要塞 那要塞呢一開始有這個城堡 而且這個是士軍魔士啊 居然有一隻國防在這裡 肥肥胖胖的 非常可愛啊 他走路好像一百一百的 很有趣很有趣 好 那先來介紹文明 文明的部分呢是 又選擇了伯根地人 那伯根地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升級下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邊黑暗時代的 又就可以研發一級目了 那一級農的部分會比較晚點 需要等到撒農田的時候才會去補 那伯根地人的後勤呢 是主要打這個 遊俠的部分 還有自己的寶兵 馬上清裝騎兵 那當然他的火炮啊 跟火槍也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我這個25%的攻擊力 傷害加成的關係 所以火槍跟火炮也不會太弱 好那這邊看到 又拿著刺猴去拉豬 這個拉法會消耗自己的刺猴 大概20D血 所以總共一隻刺猴 可以拉兩條豬 當然不太建議玩家這樣學 尤其是阿拉伯 因為這個刺猴的血量 在阿拉伯是非常需要的 而且他可以拉完豬之後 進到城堡裡面去回血 那前期呢 在4G模式裡面這張地圖 大家都會使用國王去探圖 那邊都是使用國王走來走去 所以刺猴在裡面回血 就也不用擔心探圖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用刺猴 加上國王兩隻一起去探圖 探得更快一點 當然也是OK的 好 那伯根這個人呢 後期遊俠要特別注意一點 就是他的遊俠只有160D血 沒有品種 但是他的升級是半價的 所以可以早一點點下遊俠的升級 打出一個時間差 這是一個伯根蒂比較慣用的打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伯列甸的文明 那伯列甸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吃羊速度很快 而且他的城市中心 木材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在城堡時代 開3TC的時候 壓力會比其他文明更小一點 那伯列甸的工兵呢 也是我們熟知的伯列甸常攻 這個射程非常的遠 非常適合打這個陣地戰 那伯列甸這個文明 整體來說是全能型的文明 都有三攻三防 那輕騎兵的部分 也有三攻三防的關係 所以也可以使用 雖然他沒有品種 但重裝騎士偶爾也可以打一下 那伯列甸的組成呢 比較常見的是 伯列甸常攻兵 加上級兵 還有這個輕騎兵的配合 還有這個軍銀頭11 做一些搭配 那有些伯列甸的 也會搭配這個中頭 那中頭的用意 是要來針對對方的戰毛兵 去做對自己的常攻兵 做出反制 所以伯列甸常攻兵配中頭 也是一個很適合的組合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打法會是如何 兩邊都是用刺頭去拉珠 寫滿了之後就把刺頭放出來 繼續探圖 好 這邊兩邊都是直城 補下了馬舅跟刺濟 那目前唯一層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 這種競技場打法 就是先下馬舅 然後開始產刺頭出來 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就可以趕快去補下修造院 來撿聖物了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伯列甸人 已經生好惡農惡目 開始在撒農田了 OK 這裡待會可以再補一個修造院 來 這邊是打一個城鎮中心 3TC 4TC開農 哇 哇 這個 伯列甸 minchester 這邊的打法 比較特殊 這不是我們常見看到的3TC開農 是4TC 那這樣子肉量會非常吃緊 可能不會去撿聖物 好 那伯恩獵人這邊也是3TC開農 但這邊是有下修造院的 打一個競技場打法 然後有出一個馬上輕裝騎兵 輕騎兵的部分沒按太多 反而是打馬上輕裝兵 那馬上輕裝兵這個單位呢 它有蓄力傷害 所以一開始攻擊是8加20 但只有地下的時候是多加20地的關係 所以後來的傷害跟騎士互打 可能會打輸 這個部分可能要玩 輕裝兵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對打的時候容易打輸 那目前看到 伯列甸這邊4TC開了 這個TC delay 還是有看到 有這個4分鐘的時間 所以城鎮中心 一開始開太多 會有這個問題 那現在伯列甸了 要穩住的事情就是要把 這裡的村民喔 趕快讓它穩住 不要有這個TC delay的事情出現 農田要一直灑 所以它這邊只有點下易農 那點下易農的話 就不會消耗太多的肉類喔 導致斷村喔 那二農的部分 等到第二次要灑農田的時候 再補下就可以了 好 伯列甸這邊是4TC開農 那伯恩帝這邊也是開農起來 也是4個城鎮中心 兩邊都沒有要打架 那村民處目前是由 伯列甸45村對上伯恩帝 60村的經濟差距 右邊這邊再稍微一下 可以把右邊給圍死 好 那右這邊補下了一個守吹車 非常注重經濟的打法 大概60P 村之前就已經點下了 伯列甸人這邊還沒有轉出自己的 工兵單位 或者是要來 升一些工坊 應該是會先點下帝王的時代之後 才會開始出兵了 好 下方這邊稍微用房子圍一下 那待會伯列甸也可以出去喔 把左邊這塊區域給圍起來 好 那伯列甸這裡補下了 織布技術 還有一級射 還有強槍兵的升級 好 首先才補下了 經濟農到最好 伯恩帝這邊也是 三級木也補了 OK 補下自己的帝王時代 那三級農會點嗎 要不要打一個最農的 好 開始補下了跑速喔 跟蹤技術 好 伯列甸常攻兵 開始在量產 出去蓋個燒戰 開始參入 救兵 強兵抓到 該燒戰的村民 好 常攻兵目前還沒有升到金月 一開始初死數值是6加2 射程則是5加4 射程其實蠻遠的 好 那這邊看到伯列甸人打的是一個 急兵開局 長槍兵 長攻兵為輔的一個打法 那先生急兵的好處 可以有效的克制對方的 馬上清裝兵 好 這邊長攻在後面 準備開射 第一時間射掉對方的僧侶 長攻拉攻非常快速 哇 這個組合對伯恩帝人來說非常難受 長攻兵的話 伯恩帝人只能用自己的奇兵去解 用火炮來解的話 可能會解到頭破血流 因為對方長攻射程也很遠 基本上可以跟火炮對射 伯恩帝人能選擇的東西並不多 打長攻兵的話 好 所以這邊海燒考慮轉一下 戰毛兵 之類的來打 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伯恩帝人 戰毛兵沒有三防 所以被長攻射到會爆血 這一點也是 待會伯列甸人要去思考的事情 好 這邊右方補下了一棟城堡 好 這裡開始把工坊升上去 化血也補了 目前是雙城堡 再出伯列甸長攻 但長攻兵有一直繼續按 反而是補了一些奇兵 好 那目前右這邊想要把 兩個工程機制造所 蓋在伯列甸的家裡左側 伯列甸這邊也是拉了一個 新的圍牆出來 好 這邊高地巨型托斯基 準備來開拆了 好 這邊是優先把工兵科技給點好 不是工兵啊 這個步兵科技 反甲技術也補下了 好 那伯恩帝人這邊是 轉出了火槍兵 還有火炮想要來做反制 連這時候長攻兵還沒有點蠻 所以他的射程只有十點 這時候的火炮是可以做個壓制的 好 左邊開始出火炮 但沒有單位做cover 好 上方火槍跟馬上青龍兵準備衝出來了 正面第一波急兵上前應戰 長攻第一時間是射擊了後方的火槍兵 長攻的數量剛好可以擊倒火槍 效率其實蠻不錯的 但正面由於馬上青龍兵有地下的額外增上的效果 直接撞亂了正面的擊兵部隊 後方的長攻兵也只能撤退到城堡裡 這邊需要更多的擊兵做防守 第一波的馬上青龍兵傷害死在太高 好 右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點下了一級射 還有建築學 增加一下建築的防律跟血量 這邊槍 疾兵越來越多 好 左邊工程器製造所 也是在屯一些火炮 好 現在柏列典的經濟有點極限 三攻點下去之後肉就沒有了 好 我跟店員在補下了工會制度 二級射跟彈道學 看來還是要轉個戰毛兵 會比較適合 因為畢竟戰毛兵現在打奇兵 跟長攻都是很OK的 而且也不需要黃金 後面還可以用火炮稍微去打 但是結果火炮馬上被長攻兵給點掉 這就是 出火炮的問題點 長攻很容易點掉 好 這邊疾兵再次上前應戰 要來對抗一下馬上青龍兵 馬上青龍兵的目標 是要來打巨型投資機 但是沒有拆掉有點可惜 好 但下方的第二波的兵力集結在下方 大量的火炮直接拆除城門 這一波想要用馬上青龍兵的奇兵 直接拆入下方 那這邊也是看準了不列典 機動性不足的問題 這一波馬上青龍奇兵 要是衝進去 吐個很多村的話 不列典可能會直接一發倒地喔 這邊拉了一坨奇兵下去防守 好 這邊慢慢使用火炮 好 慢慢拆除城鎮中心 正面不列典 長攻兵再次解掉了火炮 好 當然戰毛兵沒有三防 被射還是很痛 好 但還是可以對 長攻兵做出有效的傷害 好 擊兵把馬上青龍兵給趕走 火炮回頭打一發 解掉一些擊兵 但擊兵現在是用閃陣 所以沒有辦法一次打掉非常大量的火炮單位 這邊可能要應戰囉 這個再不上去火炮就要被點掉了 好 這邊稍微高打低 回頭打了一下 不列典這邊沒有擋住 好 開始南下要繼續進攻了 欸 這裡有一些火炮也是被點掉的樣子 長攻兵還是蠻好用的 好 這邊一出來被長攻先射個一波 右兵有少量的長攻兵想要去墓區騷擾 好 正面火炮繼續砸疾兵 好 不列典這邊稍微收復私處囉 好 馬上其中兵再次打獲數量非常多 後方還有少量的長攻兵在做追擊 好 這時候精銳的長攻兵已經點完了 射程也升到最滿 十二攻的射程 跟伯根第一隻火炮 基本上沒什麼兩樣 都是十二攻射程 好 但是由於長攻還是擋不住大炮 一炮一隻 不列典長攻 好 左邊這裡終於解乾淨了 正面的部分越來越多的戰毛兵走得出來 不列典開始有點扛不太住 在這邊轉出鐘頭來說的話 也需要一點時間 就要看要不要不列典去轉出鐘頭去針對戰毛兵 但是如果轉出鐘頭去打戰毛兵的話 又會導致自己的鐘頭會暴露在危險之中 這個馬上清裝兵的一個問題 所以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轉出戰狼科技喔 當作投石機來用 好 這邊長攻兵被抓到一個空檔 旁邊沒有擊兵在防守 稍微拉打一下 哇 這個馬上清裝騎兵傷害太高了 撞個兩下就可以收掉一隻長攻兵 但是急兵過來戰況有所改變 那戰狼科技點一下之後呢 巨型投石機喔 就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是我們俗稱的爆炸傷害 那打這個戰毛兵的話其實也蠻好用的 這邊攻兵一直被追著打好難受 好 這邊點一下戰狼號了 巨型投石機待會就有爆炸性的傷害 左邊有一坨疾兵上去 開始戳 好 這邊三級工兵鎧甲也補下了 遠防5 性防3 好 這邊開拆城堡 好 這邊可以用巨頭來丟又看戰毛兵囉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打算 唉唷 對方巨型投石機出來 先攻擊巨頭 因為戰狼這邊打得很準喔 所以先拆巨頭是明智的選擇 OK 這邊對方伯恩帝的巨型投石機可能要被拆掉了 OK 一台 第二台在拆除當中 哇 拆的舒舒服服 這個就是戰狼號 那戰狼號的話 雖然表面上的字面 是對100% 不動的單位 密動率是100% 但是 我們的影片居然出現過 不動單位 居然出現過 密死了 所以實際上 是99% 而不是100% 還是有這個微小的誤差出現的 好 這邊直接拆除 這邊四台巨型投石機開始往前 好 伯利典這裡補下了三級馬鎧 開始要來轉清騎兵了 或者是重裝騎士 目前這個階段來說 轉清騎兵應該是最適合 不然轉重裝騎士的話 馬上清裝騎兵的問題沒有解決 還是很容易被壓著回去 當然要轉也是沒問題 畢竟重裝騎士打火炮 跟這些戰狼兵都是相當好用 好 但後方有大量的 馬上清裝騎兵加上大落馬過來 後方的騎兵稍微擋一下 但是 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現在被包抄 這邊伯利兵包抄得非常漂亮 抄掉了兩台巨型投石機 第四台有機會嗎 第三台 第四台 拿下沒有問題 哎呀 不過雷兵這邊損失了自己的所有的 自然號巨型投石機 有點血虧啊 不過雷兵這邊也是損失了大量的 騎乘單位 這個騎兵 下方這邊還在打多線 火炮也在各處拆除 但是常攻兵一直有在防守 這邊拆火炮速度非常快 哇 射爆 火炮直接倒光 這邊可以敲出修道率裡面的聖物了嗎 裡面有五聖物喔 裡面有五聖物喔 好 補下了馬凱 好 Blaid天這邊策略喔 是要打算用七姐兵去解後方的戰毛兵 常攻兵再稍微往後拉扯一下 因為一直被戰毛丟有點難受 但是守不住鏡頭C了 再一發打的是後方城鎮中心 好 這邊直接在中間架人起來 看來是要來打戰毛兵了 戰毛兵要被打了嗎 我要打的是後方修道院 五個聖物直接被打噴 好 這邊看到噴 聖物一噴出來了 後方伯恩帝的聖女開始在撿起聖物 好 左邊大羅馬再次向前 現在常攻兵雖然來到了三十隻 好 左邊的部分 並沒有再繼續進攻的樣子 但是有來偷挖石頭 好 聖女慢慢繼續撿 好 兩隻聖女想要過來撿 但是看到前面有非常多的大羅馬 聖女第一時間沒有辦法過來 頂到聖物 後方聖女被大羅馬抓掉 正面部分集軍數量有點少 可能要再補一些 好 現在分兩隊戰毛 再打悠遊擊戰 正面有一頭戰毛 下方有一頭戰毛 也想要攔截後方的集軍的 支援 先趕完後撤 這裡沒有肉盾喔 再打下去 常攻秘數量會被瑞減下去 好 戰狼號砸戰毛 有沒有料呢 哇 直接打掉兩隻 好 這邊遺跡 剩下兩個沒有撿到 火雷電人有機會可以拿下來嗎 現在常攻一直在原地開射 基本上也沒什麼地方好去啊 好 但是 火雷電人的戰毛兵 還是被撿得很輕鬆 這邊想要撿生物 老頭直接被打倒 哎呀 偷撿失敗 好 火雷電人在下方 又再繼續進攻下方這塊金礦 這塊金礦 雙方確實控下來 會對博雷電人產生不好的影響 但是現在是右 比較缺乏黃金的部分 右者黃金已經完全歸零 基本上現在是靠聖物在過火 博雷電這邊則是用常鴻兵 瘋狂交換支援 好 常鴻兵再次走出來 稍微反制一下左側的地方 好 這裡稍微用常鴻兵 加上擊兵的組合 反制了戰毛兵回去 這邊常鴻兵再度過來 好 下方兩台距離投資機走過來 這邊是要來拆除城牆嗎 還是要來先拆城堡 好 軍情投資機要來轉向打戰毛兵了嗎 看到這一發傷害 哇 一坨 這一坨不見了 但是被拆掉了一台 軍情投資機有點虧 左側的部分 騎兵繼續堆逐 常攻步兵有一隊在這裡做防守 打這個大落馬速度非常快速 好 這時候補下了耕種技術 是跟三級馬凱 不列天的輕騎兵 或是重裝騎士 待會就可以出關了 但是現在以中局來說 缺乏黃劍的情況下 所以可能轉輕騎兵 更加適合 重裝騎士應該是看不到 好 常攻兵一直不斷給壓力 所以 博光店沒有三級的攻兵鎧 還是有點難受 只能硬扛這些常攻傷害 去做反制 博光店這邊經濟也是來到了緊繃 肉類非常稀缺 木材也是 好 稍微往後拉扯 這邊常攻雖然開始變少了 右邊的這塊城堡如果能拿下 待會輕騎兵就可以繼續裡面 吐個一波農營 好 但博光店這邊又有大軍襲來 這塊黃金依舊還在爭奪當中 但是 博光店家裡已經BBQ了 確定不回首一下嗎 這一坨長攻再不解決 自己就要被解決掉了 好 這邊轉出輕騎兵之後 戰狂有所改變 先收掉老頭 戰狼兵有點扛不太住 輕騎兵的傷害 三攻三防輕騎兵 好 巨女投資機在裡面 直接防守 想要來砸巨頭 再來這邊又反應非常快速 直接拉走 好 這邊肉麻想要來解 應該是解不到 藏活兵殺害太誇張了 哇 射歪 有機會嗎 哇 那個發射歪 差一點讓巨頭被解掉 好 左邊這個部分 用大量戰狼兵扛下了正面 普列典在家裡防守 沒有出去 巨頭刺機架起來 就可以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這一場陣地戰 普列典打得很好啊 場攻繼續輸出 巨頭刺機繼續架起來 好 大肉麻上前 先 輕騎兵狂解 這一坨戰矛 這坨戰矛 看來要白給了 哇 魔紋地人好難受啊 現在要打這些輕騎兵 只能靠自己的馬上輕鬆騎兵或是大肉麻 不然就是要轉出步兵 長槍兵了 但這邊轉長槍兵意義不太大 擁有長槍存在的關係 所以這邊還是只能用大肉麻去做支援 右邊這棟城堡 還有兩千多 總共有七千多第一血啊 要拆很久 前方直接補下了軍營 這邊長槍居然在射 射箭場 好 左邊這塊區域又在一波小打鬥 這一波打鬥看起來是博恩帝人 又再次拿下了勝利 但是自己正面好像快要擋不住 這塊金稍微搶了一下 直接開挖 也不管你裡面有沒有守軍 他真的想要搶這個金 好 整名開射 好 整名開射 哇 這邊長槍 火炮打一發 嗚 它沒有看到嗎 有 看到了 哇 剛剛打掉了一坨喔 本來剛剛有三十幾隻 現在這邊二十幾隻 這個火炮打聚在一起的單位實在太強了 好 但左半邊又打了一波大戰 大量的地面都有屍體 左邊的青裝騎兵直接無雙上了高地 所以要來解決這邊的戰矛 這邊想要直接突入右邊的農田地帶 火炮在上市上前 但是被長龍兵直接點掉 長龍兵又補了一些數量過來 巨型頭十幾三台要直接開拆了 這邊又要買了一百石頭 要把右邊再用城堡給修起來 當然如果再買石頭 自己就沒有黃金了 沒有黃金就不能出火炮 哇 直接被拆爆 殞弱 這種城堡垮得非常的華麗 好 這時候又打出了 GG 哇 兩邊垃圾兵出了五百多隻跟四百多隻 那不列甸這邊呢 則是轉出了非常多的長弓兵喔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右 拿下了食物的銀 的肉量的銀 而且這邊 這邊畢竟是要出一堆大肉 也快一萬二 黃金則是贏了三千 但不列甸這邊的木材 是贏了快六千 兩邊經濟其實差不多 只差別在這個五勝物的差距而已 其實兩邊都開農狀況 沒有什麼經濟上的miss 反而是兩邊都打得很好 一直在看喔 兩邊的這個經濟對調 還有這個防守攻防戰 打得非常精彩 尤其是這一坨長弓兵喔 打出非常超級亮眼的 這個走位喔 跟 迅速點掉對方的火炮 這些都是 對長弓兵的一個超空子來說 相當重要的事情 那miss的這邊喔 確實打得非常漂亮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